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英文文化一 英文文化一 主讲人邱博士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邱博士 英文文化一 一共包括二十个单元 我们现在就来看第六单元 Future 未来式 我们的教学目标 也就是说学生将会了解 如何来使用未来式的事态 未来式呢 包括be going to will present progressive 以及simple present 也就是 你可以用be going to will 即加 present progressive 就是现在进行式的事态 或是simple present 现在简单式的事态 来 代表这个未来式 首先我们看be going to 即将 将要 肯定叙数句 那就是主词加be动词 Going to 加动词 就是be going to 这个代表未来这个事态的这个句型 左边 左边就是人称代名词 第一人称 I am going to live 我即将离开 you are going to work at this store 你即将在这个店里工作 he is going to study at this university 他即将在这个大学里头读书 she is going to fly to new york 他即将回到纽约去 for it is going to be popular for it is 可能是一个动物 一只动物明星 他将会有名的 他将会有名的 这是富庶 我们 你们 他们 we are going to live 我即将不离开 我即将不离开 you are going to work at this store 你们将在这个店里工作 they are going to study at this university 他们将在这个大学里头读书 好 这是否定的虚数据 单数 I am not going to live 我即将不离开 you are going to work at this store 跟V动词加I am o t 第三人称一样 is加那缩写起来 第三人称女性的is isn't is not isn't 加个人词加原型动词 中线的isn goin to be popular 就是V动词 形容词 好 这个是富庶的 富庶的这个 火定叙述句 一样 你就是not 在V动词是goin to 之间 we you 你们 they 他们 这个句型 那这是问句 问句的话 就是很简单 把V动词放到组织前面来 然后J going to 加原型动词 I am I going to live soon 我即将很快离开吗 Are you going to walk at this store 你即将在这个店里工作吗 这个又要小写 这个又要小写 Is he going to study at this university 他即将在这个大学里头 他即将在这个大学里头 读书吗 Is she going to fly to New York 他即将会往纽约去吗 Is it going to be popular 实际上就V动就掉到前面来 这是附述的 这附述的 Are we going to live soon 我们即将很快离开吗 Are you going to work at this store 你们即将在这个店里工作吗 Are they going to study at this university 他们即将在这个大学里头读书吗 这是短回答 肯定 但是短回答 短回答的时候 你就是Yes 这些主词加V动词就好了 Yes you are 是的你是 Yes I am 是的我是 Yes he is 第三个人称都一样 而是who是的 Yes you are 是的你们是的 Yes we are 是的我们是的 Yes they are 是的他们是的 这是否定 是否定单数 否定单数 就是你在这个主词跟V动词 后面加个NOT Now you are not Now I am not Now he is not Now she is not Now she is not 都是Yang 后面加NOT 这who su 是Yang 你就变成这个我们 你们不是 不我们不是 不他们不是 那我们谈到这个问句前面 放个疑问词 那很简单 你就在V动词前面 放个疑问词 疑问词 When are you going to there 你什么时候将离开啊 这属于单数 就讲到你 Why is he going to go abroad 为什么他即将到国外去啊 Go abroad 就是到海外去啊 Well is he going to stay 他即将在哪里 这个 to stay 就是留下来 比如说过了一个晚上 你要在哪里 过夜 他即将待在哪里啊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啊 我们即将做什么 然后我们看到 Well 这个代表未来 这也是 将要啊 好肯定吸收去 那主族叫Well 加 圆形动词 这是 左边是代名词 啊 这个Well 后面直接 接这个圆形动词啊 Fry to be popular 这是单数的 在我们看负数 也是一样啊 R负数 单负数都没有关系 都可以用Well 啊 我们接圆形动词 那在这个 否定叙数据啊 否定叙数据 你就在 Well 跟 圆形动词之间 换个NOT 啊 Well 跟圆形动词之间 换个NOT 就可以了 就变成这个 否定的啊 就可以看句型 大家看这个句型看一下啊 啊 呼数的 啊 那就变成我们 你们他们啊 后面 啊 我们都引用原来的字言 啊 所以大家可以了解 啊 那就是啊 啊 这个 问句啊 啊 Will的问句 啊 啊 問句的话 Will跟主持对调过来 就可以了 Will I I live soon 我将很快离开吗 哦 Will you Will he Will she Will it 啊 都一样啊 啊 后面就是 这些圆形动词 好 互数的啊 互数的啊 互数的 那就变成 这种连生变成我们 你们 他们 啊 后面就是一样 好 单数的啊 就肯定回答 啊 就回答到Will就好了 Yes, you will Yes, I will Yes, he will Yes, she will Yes, she will Yes, it will 都使用 啊 肯定的啊 啊 这个互数的啊 啊 主持啊 啊 s加主持叫Will 是的 你们将要 Yes, we will Yes, they will 嗯 否定单数啊 否定单数的这个句型 主持叫Will加Not 通常啊 说起来 说起来 我们就念成Want No, you want No, I want No, he want No, she want No, she want No, you want 这互数 No, you want 不 你们将不 No, we want No 我们将不 No, they want 好 好 来到 有一问词的问句 这个时候 你把一文词呢 放到 will 前面就可以了 啊 一文词加will 加主持加动词 When Why you live for New York? 你什么时候将离开前往纽约啊 Live for 就离开前往 Where will he make his speech? 他将要在哪里 化表他的演说啊 Make his speech 就是化表他的演说 What will they do in the meeting? 他们在这个开会里头 他们将做什么啊? 这一位啊 不用太高 在我们看 Present progressive 就是 现在进行式 可以代表未来 好 肯定叙数句 那就主持加比动词加 动词加安置 动词加安置 I'm living soon 我即将离 很快离开 哦 就是这个未来未到 You are walking at this store 你将在这店里工作 He is starting at the university 他即将在住大学读书 She is flying to New York 他即将会到牛尉去 It is walking 这个东西即将会 啊 会公用 比如说这个 比如说灯 它是将会亮的 啊 好 这负数的部分啊 那 就我们里面他们啊 啊 V动词的话 当然就是R啦 啊 就是动词加安置 这是否定叙数句啊 否定叙数句的话 那你就在V动词 跟动词加安置之间 换个NOT 啊 那 I'm not living soon 这个A M跟NOT 通常没办法说起来 啊 所以就把它放开开的 那第二人称 You aren't walking at this door 你将不在这个店里工作 啊 就可以说起来 He isn't studying at this university 他将不在这个大学里头读书 She isn't flying to New York 他将不会往纽约 啊 所以是一样啊 复述的 当然用R啦 Aunt 用Aunt来接 OK 再我们看simple present 就是简单现在式 它也可以代表未来 好 简单现在式的话 就主词加动词 那通常的话 这个后面 你就这个代表时间的这个字眼 啊 I'll live one day at 7 a.m. 也就是说 在星期一的七点钟的 早上七点钟的时候 我将离开 啊 记得后面这个时间 更能表现出他未来的味道 啊 You start your job tomorrow 所以也是一样 你开始明天 啊 开始你的做你的工作 啊 这个就未来味道明显 啊 He ends The best at 5.30 this afternoon 啊 他将在今天下午五点半的时候 结束他的拜访 啊 第三个人称你就记得要加个S啦 啊 这个也是时间的誓言 啊 She begins her piano lesson next month 第三个人称 下个月 他将开始他上他的这个钢琴课 啊 就是next month 就是时间还没有到 对不对 所以用啊 现在进行式来代表未来 那这个时间的誓言啊 也是很重要的 They start the project on July 4th next year Project就是计划 他们将在明年7月4号 开始这个计划 啊 所以这个时间誓言 很明显可以 显示出是这个未来的味道 啊 What job 这里就说 我们特别要提出来 大家要注意的啊 就说 to make prediction of guess about future use be going to or where 就是说 你对未来有做预测的话 想要对未来做预测 那你就可以用be going to or where 这两个的实态 看例子 people are going to travel to Mars 人们将旅行到火星去 你可以用be going to 或是where 都可以啊 where后面就原先拉 是代表预测的 你可以用be going to 跟where 好 好 然后另外一个 when something in the present helps you make the prediction about the future use be going to 也就是说 在这个 在目前的时候 有某些东西 帮忙你来 对未来做预测 那你就用be going to 好 我们看例子一下 the classroom is full of students the teacher is going to start the class 首先看 教室 这个教室里头充满了学生 这个目前的情况 让你来做一个预测 就是啊 a teacher is going to start the class 一位老师将来开始上这个课啦 所以这个是个预测 对不对 你看到这个情况 你的预测这个动作 就是你用be going to 第二个例子也是一样 the platform is full of passengers platform就是讲火车站的月台 月台充满了乘客啊 好 这个情况 让你来预测到说 the train is going to pull in 火车即将要开进来 或者要进站了 因为月台旅客很多嘛 那你就可以预测说 火车即将进站了 所以这个都用be going to 好 好 另外我们来看 to talk about future intentional plan is going to where or present progressive 就是你谈到未来的意图或计划 那么这个三个时代都可以用 三个时代都可以用 be going to where 或是现代剧情室 比如我们看例子 i'm going to travel to New York next week 这是未来的意图 下个礼拜我将旅行到纽约 好 你也可以用 i will travel to New York next week 后面都用 或是i'm traveling to New York next week 这代表未来意图 这个三个时代都可以用 好 use well when you decide something at the moment of speaking 就是说你在说话的时候 说话的片刻 你要决定某件事情 那么你就会 比如说the baseball game is opening tomorrow 这场棒球比赛明天就要开打了 就是在讲话的这个状况 对不对阿尼听到这个状况 你就可以讲 So it's interesting I think I'll go 听起来又去 想我要去 就我要去看这个棒球比赛 棒球比赛 好 use present progressive when you talk about future plans that already arranged 就是说当你谈到 为了计划 你已经安排了好的 那你就 这个 可以用现在 这个进行式 我们看例子来 直接看例子 I'm looking for a good car next week 下个礼拜 我将寻找一辆好车 I have already had my drive license 我已经领到了我的驾照了 价值执照 你看 我就说 驾照已经领到了 对不对 已经安排好了 已经 现在有驾照了 接着你就可以来寻找 找一辆好车 你准备买 这个时候 你就用 I'm looking for begun I'm looking 用现在进行式 I'm looking for 对不对 这可以看进行 这本来是个片语 look for I'm looking for a good car next week 下个礼拜 我将要寻找 一辆好车 对 因为你已经有这个驾照了 这个说 这个已经有驾照 可以看成是 Future plan that already arranged 就是说这个 这个未来 就是已经 你有新的驾照了 然后接着 你来 有驾照之后 你就想要 就要买车了 就是你用 进行式的实态 好 好 那我们现在就结束 第六个单元 Future 为了这个实态 谢谢